看着一道道闪电照亮黑尘的天空 代理客没直接去敲几位熟人的门 而是沿着最宽阔的那条大道 一路走至白银城边缘的训练场 每只探索小队回来之后 都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既方便他们交流和汇报在黑暗深处预见的适合物 也等于变相隔离 防备某些诡异的东西附着在哪位成员身上 等时间推移到一定程度就猛烈爆发 这是白银城两千多年来摸索和总结出的经验 不算复杂 但相当管用 刚进入训练场 腰后插着飓风之斧的代理客 伯格眼前豁然一亮 看见了大气艳丽 似乎只有三十来岁的洛威亚长老 也看见了两位同年龄段的熟人 白银城只有那么大 受限于环境 人口一直增长不上去 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少不少 说多也不多 代理客不敢说全部都认识 但也见过大部分 与其中一些更是好几年的通识教育课同学家训练场同伴 这支探索小队里 代理客最熟悉的是曾经还与他做过巡逻小队队友的达克 瑞金斯 这位叫做达克的少年个头中等 身材微胖 以力量健长 乐观而开朗 脸上常常挂着让人亲近的笑容 目前是巨人途径的序列八决斗者 此时此刻 双方隔着一段半透明但坚硬如钢铁的墙壁 无法进行有效接触 必须等待探索小队的队员们全部确认没有问题 双方才能直接碰面 自父母死后变得沉默孤僻的代理客挥了挥手 向达克打着招呼 那位决斗者有所察觉 侧头望了过来 达克 怎么样 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代理客喊了一声 那段黑色墙壁所用的材料来自白银城不远 叫做暗琥珀 坚硬如钢的同时又拥有一定的透明度和良好的声音传导性 代理客的话语没受什么阻碍就透了过去 在代理客想来 达克肯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习惯性的挥舞手臂道 你看我没受什么伤 就应该知道我们没遇到太危险的事情 都是小问题 听到他的声音 达克走了几步 靠近墙边 微笑着回答道 没有 一直都很顺利 看着他挑不出毛病的微笑 代理客突然遍体发凉 就像夜晚露宿于废弃的塔顶或毁灭的城市里一样 四周一片漆黑 暗流积蓄 克拉格俱乐部内 克莱恩和艾伦医生就报仇达成了一致 两棒 不得不说 医生的钱就是好赚 换我以前 这样的委托 顶多支付时苏勒 本就有新接这个任务的克莱恩在心里感叹了一句 他记得在职业者小队的时候 听收诗人弗莱提过一句 知名医生的收入很高 当时 不像诗人的诗人伦纳德 米切尔回应道 据他所知 如果在贝克兰德繁华区域买下一栋房屋做店铺 最快回本的选择就是改造成诊所 双方约定晚餐后去拜访威尔 昂塞厅家 而此时才下午三点不到 于是马术教师塔利姆招呼着他们三人 凑成一桌 玩起了升级 罗塞尔大地发明的那种 我预想的是打会网球 练练射击 翻翻图书馆里的书籍 多健康的生活啊 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打牌的间歇 克莱恩悠然想到 坦白的讲 以他现在的魔术造诣 完全能让艾伦医生 麦克记者和塔利姆书光身上带着的所有钱 但我是个诚实的人 我更相信我的技术和运气 克莱恩在红马甲试着洗牌的时候 拿起奶油酥饼 享受的咬了一口 他由衷的赞叹道 这才是生活吗 打牌的过程中 克莱恩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马术教师塔利姆不再像之前那样时常发呆 充满烦恼 他朋友爱上不该爱的人的事情解决了 克莱恩喝了口喉绝红茶 颇感好奇的想到 作为一名侦探 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该当着别人的面问 于是按捺了下来 专心打牌 到了五点 迈克 约瑟夫因为还要回报社一趟 四人的牌局就此终止 克莱恩赢了五苏勒 最近手气真的不错 克莱恩欣慰赞叹之余 看见艾伦医生离桌去了惯喜事 遂控制嗓音 低沉笑道 塔利姆 你那位朋友的事情解决了 塔利姆正将手里的牌丢到桌子中间 文言争了一下 叹息笑道 算是吧 他颇有交流欲望的补充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是我当时想的太多 简单来说 就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年轻绅士爱上了一个平民女子 你知道的 类似地位的男子必须娶贵族小姐 喝 对他而言 连富豪的女儿也不行 这样啊 亏我脑补了很多狗血又离奇的故事 比如爱上了男人 爱上了怪物 爱上了伦理关系不允许的对象 克莱恩一阵失望 好笑说道 据我所知 上流社会的男士们并不介意在外面养一个情妇 不 夏洛克你不懂 爱情 明白吗 爱情 那位年轻绅士只想娶那个平民女子 塔利姆感叹道 是 我不懂 我只是条单身狗 克莱恩张了张嘴 竟无言以对 塔利姆自顾自息虚道 为了那位年轻绅士的前途 我曾经想过请你找位有些神奇能力的人 隐蔽的 呵呵 总之 我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只会在脑袋里想一想 后来事情怎么解决的 克莱恩绕有兴致的问道 塔利姆端起高原咖啡喝了一口 解决的办法比我想象的简单 我直接找到了那位女士 将困境告诉了她 她很理智的表示愿意离开那位绅士 并请我帮忙 不得不说 她真是位体贴 善良 文雅 又美丽的女孩 如果不考虑身份 也许我都会跪在她的面前 亲吻她的手背 好吧 看来我是帮不上忙了 克莱恩端起了装红茶的白柚瓷香金线杯子 作为一个地球来客 她对棒打鸳鸯 破坏别人爱情的委托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 当八卦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克拉格俱乐部用过晚餐 品尝到限量供应的苏尼亚大龙虾后 克莱恩和艾伦医生一块 乘坐后者的马车 前往位于北区道顿街66号的威尔·昂塞厅家 这是艾伦医生很早就记住的地址 她并没有回医院翻看相应的病例 而据克莱恩猜测 威尔·昂塞厅有关的资料 多半已经被职业者们抽走 作为前职业者 我很清楚他们的做事流程 克莱恩苦笑着感叹了一声 拉响门铃 两人等待了一阵就看见房门被打开 穿着黑白色衣裙的女仆疑惑地询问道 两位先生 你们找谁 见艾伦还是那副惯常的冷淡模样 克莱恩主动开口道 我们找威尔·昂塞厅 这是他的主治医师 来做回访 确认他的健康情况 我 我不知道他 我才来这里几天 我去找我的主人来 你们稍等 那女仆一脸茫然地回答 两人等待之中 艾伦突然出声道 你刚才找的那个理由 我差点就相信了 这是做侦探的基本素养 克莱恩倾笑了一声 这时 一位五十来岁的年老绅士走到门口 沉生说道 威尔·昂塞厅一家已经搬走了 在 他报了个日期 艾伦略一计算 就皱起了眉头 刚手术完出院两天 怎么能劳累着搬家 他表现的真相在上门回访 克莱恩则略微疑惑地问道 先生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正常来说 后续的租客肯定会隔一段时间才搬来 那位老先生没好气地回答道 之前已经有人来问过 我还特意去找了房东 职业者们 克莱恩不抱什么希望地追问道 您知道威尔·昂塞厅一家搬去哪里了吗 不 老先生只吐出了一个单词 那他们有在这里留下什么物品吗 克莱恩斟酌了一下 继续发问 有一些 那位老先生吸了口气道 但都给之前那帮人了 遇上同行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 他们总是能提前想到你会想到的事情 克莱恩忍不住想要叹息 见后续已经没有线索 克莱恩和艾伦礼貌告辞 离开了道顿街66号 看来你的疑惑要等很久才会解开 克莱恩侧头对艾伦医生道 艾伦沉默了几秒 缓缓吐了口气 经过刚才的事情 我不是那么困扰了 我是个医生 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足够了 我应该回访健康 而不是质问情况 别人是什么想法 为什么不善良 不是我应该关注的问题 以后尽量只维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行了 你能这么想 那就最好了 克莱恩发自内心的附和了一句 然后随口问道 当时威尔昂塞听的左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的左小腿长了一圈奇怪的流体 恰好形成了一个环形 严重压迫到了血管 艾伦医生回忆道 但那个孩子竟然没什么太痛苦的表情 只是显得有些害怕 我们最初想保守治疗 但情况迅速恶化了 继继续逐者